这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航母战斗群 可下一秒 航母上的雷达员惊恐地发现一个微弱战机编队信号正向他们起来 当队长过来查看时却又瞬间消失了 殊不知他们口中的微弱信号 正是以一马赫速度低空出防冲向美军航母的苏-24编队 信号再次出现在雷达上市 苏-24编队已经向航母发射了多枚导弹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发现有导弹来袭 并且通知了整个舰队 不过此时的导弹离航母已经近在支持 舰上的密集阵系统迅速展开拦截 虽然成功拦截住了几倍 但还是有其他导弹击中了航母的舰导和机构 瞬间航母上一片火海 就此美军这艘约翰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很快空军一号内的总统得知了此事 他们认为是俄国发动了此次袭击事件 必须要让俄国付出代价 可正在连线中的俄国总统确实 那这到底是谁的杰作 故事要从两天前说起 美国总统在观看一场橄榄球比赛事 中情局的劳卡突然接到马克的电话 由于现场实在太吵 劳卡听了二十遍后才听清电话内容 有一枚核弹已经被恐怖分子送到了巴尔迪摩 而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欢迎来到巴尔迪摩球场的声音 看着人山人海的观众 再加上总统正好也在这里 有着四十年情报经验的劳卡很快一声 恐怖分子这次袭击的目标应该就是这个球场 于是他立刻通知安保人员紧急护送总统撤退 看着安保人员扶着总统快速朝着出口跑去 现场所有观众一脸蒙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等到总统成功撤出球场后 球员们又开始了正常的比赛 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十分钟后 一颗蘑菇云突然在球场上风升起 浮射成很快就笼罩了整个球场 正在撤离的总统车队瞬间被冲击锅先烦 同时马克乘坐的直升机也被催 没过多久 海军陆战队的两架CH-53超级种马直升机 就降落到总统车队附近 士兵赶忙将四角朝天的总统专车门打开 没想到总统只是受了点轻伤 但中情局的老卡因伤势过重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最后总统一行人等乘坐直升机 一起飞往空军基地 而马克这边 除了他受了点轻伤以外 其他机组人员都已引恨西北 看着球场上空的蘑菇鱼 马克知道这次事件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 与此同时 已经来到空军基地的总统 询问国防部长核弹是从哪里来的 可国防部长表示他也不知道 问他老卡去了哪里 他还是不知道 最后总统也是无奈地和国防部长一起 登上了这架号称最安全的飞机 而另一边 恐怖分子头目在新闻中得知 那枚核弹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 甚至只摧毁了球场周围四分之一的力 并且球场大楼还未完全倒塌 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立马拿起电话 打给了一名被他收买的军事机场官员 接到电话的官员马上瞄懂了头目的意义 立刻召集战机飞行员 他谎称俄国遭到了核攻击 随后多架苏24紧急升空 而官员却开车逃走了 没过多久美国航母就遭到了苏24的袭击 虽然事后美国方面没有找到是谁指使了此事突袭 不过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另一个对策 那就是直接攻击突袭航母的空军基地 这样即使能震慑到袭击航母指使者 又没有使用核武器 说干就干 很快三架满载炸弹的F-16经过长途飞行 终于来到了目标地上空 锁定目标后投下了多枚GVU24航空炸弹 虽然F-16成功突袭了俄国的海外空军基地 但很快就遭到俄国方面的痛批 认为美国这次突袭是想发动战争 他们必须对美国予以还击 最后经过众人一再讨论 决定先核武攻击美国的斯普林斯 这样一来就可以摧毁北美的防空网 那样美国对于核反击就有了故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美国总统这边 为了率先打倒对手 总统下令马上行动 准备动用核武 接着各处的核弹警开始进入发射前的准备 同时离目标较近的各处空军基地内 多架B-2轰炸机已经开始陆续升空 而俄国方面则是直接拿出了核弹发射系统密码箱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中情局的马克终于找到了局长老卡 并且立即将他收集到有关这次核弹袭击的情报汇报给了老卡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突袭以色列时 以军一架装有核弹的雷似战机在飞往叙利亚图中 遭到了萨姆导弹的袭击 飞机很快就在空中解体 而那枚核弹也随着飞机的解体 掉落到了一处沙漠之中 时隔20多年后 一名大爷在挖井市突然发现了它 他还以为是一枚普通的雅弹 于是以2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军火商 但这名军火商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一枚12型猎变弹 他转手就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一名恐怖分子头目 接着头目又收买了三名俄国的核弹专家 修复了这枚核弹 然后通过一艘货船 将核弹运送到了美国的巴尔德摩尔 其中这枚核弹中的有235 竟是美国当年卖给以色列的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袭击自己国家的核弹竟是美国制 听到这一消息后 老卡甚至直接气了以恨西部 可现在没了老卡 马克又该如何将情报直接送到总统手中呢 这时他一转头 刚好发现老卡的电话和身份牌就放在这里 于是他直接就拿起来 他知道这应该是老卡防止自己发生意味 事先让人将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因为老卡的身份牌对马克进入国防不起 关键作用 途中马克从同事口中革置两国 马上就会发动核战争 并且此时他们的B2轰炸机 已经快接近目标地上空 马克下了飞机后 直接飞奔到了五角大楼 通过老卡的身份牌成功进入到内部 而美国总统这边已经进入到了 核弹发射前最后的密码验证环节 就在这时官员向总统报告 有人通过两国之间的专线 正在与俄国发送信息 原来是马克正向俄国讲述那枚核弹的来龙去脉 以及苏24袭击航母的始作俑者 刚开始有部分人并不相信 认为这是中情局的阴谋 但这毕竟关系到数亿人的生命 最终俄总统选择相信了马克 下令让所有战略部队撤销战备状态 进入到防御戒备状态 而美国总统收到这样的消息后 同样立刻让人关闭核弹信息 令B2轰炸机马上返回 所有部队退到三级警戒状态 因为谁也不愿意看到核战发生的那一天 就此一场马上要爆发的核战 在马克的努力下最终停止 事后参与了此事袭击的骨子分子 都被逐一清 包括被收买的俄国官员 故事就此结束